早安 今天是1月30号 我来河内的第四天吧 来河内的第四天 我们刚刚搭了夜车 从沙巴搭火车 就是老街省的火车站 搭车搭到这边是河内 来到这边刚好是5点半 近近6点左右 搭了应该7个半小时的火车 人生第一次的经验 做卧铺的火车 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们那个车厢 算是非常非常的高级 布置得非常漂亮 从昨天就这边 就走到今天早上 结果还蛮好睡 可是我就梦见 奇怪 我怎么地震 一直震 就是一直震 往远震不停 一直震 结果的时候 稍后就穿起来 刚才5点的时候穿起来 我原来是在火车前 在那边 好 叫地震 就是很轻松 一直地震 但是我的头脑里面是 就围在地震 他就一直地震 但是坐起来的时候 很轻松 河内的火车站 河内应该是现在他们 他们这家越南的 越南的那个什么就是省会 也不是省会 就是越南的首都 还有越南的首都 现在是早上 大概不到6点的时候 对 5点 5点515 45左右 但是这样 我第二次到访河内 但是之前没有来过火车 今天才第一次来 就刚刚这个搭火车的经验 还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我们等一下 下一站 会到下一站去夏龙湾 今天搭了一个买了一个tour 就晚一点点 8点多的时候 那个要搭那个 搭那个往夏龙湾的那个车子 那个大概还要再坐三个半小时 才会到夏龙湾 我们后面的行程 就是买那个往夏龙湾的一个行程 这个行程呢 从今天去一直到明天中午 整整回来 等一下就全部的就是在那个巴士上 还有在船上 直接到夏龙湾去 夏龙湾它还有一个行程 照以前的经验 照以前的经验 它是会去看那个岩洞 还有去夏龙湾爬上 爬上那个tour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最高 最高 越南它那个夏龙湾 来到有一个那个地方 看那个整个夏龙湾的一个海景 非常非常漂亮 那应该好像还会去划船 还会去划那个独木舟 去看那个旁边有猴子之类的 对我印象当初是这样 行程蛮不错的 夏龙湾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下 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人生走到现在61岁了 第一次感受到那个火车的卧铺 火车的卧铺 但是感受非常好 为什么因为那个整个的设备 各方面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所以起来的话 而且那个车厢里面装扮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有特色 它有一些比较没有特色 有一些是比较简陋的养生式 但是我们定到那个车厢 刚好非常非常棒 刚好非常棒 而且晃起来真的很好玩 晃起来真的很好玩 非常的好睡 就是把晚上的时间 刚好就在那个火车上面度过 就是好像跟火车饭店一样 非常棒非常棒 很不错 那种人生也是第一次 搭那个游览车的卧铺 卧铺的话也是从那天 从来越南的第一天 从越南 从河内 对从河内搭车 搭那个公车 不是搭那个游览车的双层巴士 卧铺也是卧铺 也是人生第一次搭那个双层巴士的那个卧铺 就是车子一开开到那个从河内 开到那个沙坝那边去 那边搭了大概六个多小时 六个多小时 但是他那个直接就可以到沙坝的那个饭店里面去 但是搭火车的话就不行 搭火车的话要到河内的火车站 好 河内火车站 来来什么 火车站来来搭车搭到那个我刚说的沙坝老街省 老街省完了以后还要再搭大概花台币一千多块的那个包车 到那个沙坝市区 所以呢体验各种不同的 体验各种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趟公车 选择了一趟那个火车 所以就全部的通通的把它感受一遍这样 非常非常的特别 很不错很不错 对非常非常的特别 这里就是河内的火车站 我们现在就是等到八点多的时候 等一下会有那个车子 会有车子会来接我们去那个夏龙湾 从今天开始到到明天下午 就是整个夏龙湾的行程 我们等一下到夏龙湾去的时候 就开始从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吃 在船上吃餐睡觉去玩 什么时候一直到包括明天 他就再把我们载到河内这边来 对就是这样 整个的行程会是这样 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下 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个人觉得 趁着现在还可以走的时候 走一走都走一走都走走 世界真的很大 非常非常多很不同的感觉 而且我们是属于自由行 自由行对我们的年纪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吃力 但是还好 这样女儿的这样的行程规划 完全不会吃力 非常非常的好玩 那就是这样 刚刚还学我们花了两百六十块 请那个车 请那个帮我们拖行李的过来 结果 结果这边那个Gary Gary就说拿五万块给他就好了 结果他还没有拿五万块给他的时候 他就拿了二十万出来给你看 说他要收二十万 所以他这一趟 他刚刚那个 那个什么 在帮我们拖行李 那个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程 赚了两百六十块 其实 其实也 就是他这样应该也蛮好赚 但是我觉得还好了 因为说如果朋友们 如果你们一号 如果说有来这边或干嘛 如果不想要给钱 来拖行李的话 那也无所谓 就自己拖 如果行李很少 就可以自己拖 但是我们是有六个人 所以行李蛮多的 他拖了一整排过来 他他他赚了赚了两百六十块 就二十万二十万的月币 但是个人觉得是OK的 一个经验 无所谓 很特别的 OK好就这样子 这两个帅哥 美女有可能去上厕所 其他两个年轻人去找吃 就这样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OK下段再见 拜拜